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 记得我刚到美国任大使的时候 美国媒体惊呼 中国战狼来了 现在我回来当外长了 这称号又不给我 我还真有点若有所失 其实所谓的战狼外交 就是一个话语陷景 制造这个话语陷景的人 要么不懂中国和中国外交 要么无视事实 别有用心 两千多年前 孔父子就说过 以德报德 以直报怨 以德报怨 何以报德 中国的外交 有足够的厚道与善意 但当豺狼当道 恶狼来袭时 中国的外交官 必须与狼共武 保家卫国 不正确 优优独播剧口